快篩陽等於確診這件事情 我們要好好來講一下 基本上雙本院疫情非常的嚴重 為首長都贊成 不要再搞了 快篩陽就直接等於確診 為什麼不可以 陳時中提出幾大理由 第一個叫做 我們台灣自由民主社會 限制人身自由 行政處分過當 因為他有這個胃陽性 還有第二個是為了你的健康因素 為了你好 快篩就給藥的話怎麼辦 副作用 誰來負責 對不對 然後他說什麼 要跟法治組來研究 5月15號來研究 請問研究一天夠不夠 你今天為什麼還不公佈 明天你可不可以公佈 這個侯友宜在地方他最清楚 他就要問一下 請教一下 你說有什麼胃陰性 胃陽性人權的問題 你放昏35歲以上 為什麼就沒有胃陰性 胃陽性的問題 人權的問題 還有你不要再讓民眾拖著 快篩陽的病體 去排PCR好不好 你法傳系統又這麼慢 最後就是怎樣 錯過黃金治療時間 給藥的時間 看到沒有 陳思東的理由成不成立 網友好聰明 今天這題在網路上 引發了極大的一些討論 網友說來來來 我們換幾下大家回憶 講到這個人身自由 講到行政處分過當 記不記得去年 高雄一個大樓 兩戶人家確診 全大樓立刻送往 防疫旅館隔離 請問一下 有沒有什麼胃陽性的問題 有沒有怎麼塞 對不對 這個叫做 是不是有人限制 人身自由的一些問題 沒有限制人身自由 沒有行政處分過當的問題嗎 陳時中要為PCR來不及 延遲給藥而死掉的人負責嗎 你高端第二期沒做完 你就給EUA 有倫理責任 法律上的行政處分問題嗎 你現在才要跟法治組研究 這個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是 為什麼現在才要找法治組研究 你找他研究沒有問題 為什麼你現在才要找 你之前不能早一天找嗎 韓濱你怎麼看 我覺得網友真的是很聰明 冰水聰明 而且條理查書得非常的清楚 陳時中快篩陽等於確診 他分成幾個 也有保險的問題 好 你跟保險很好 你跟保險業者日子有生情 對不對 這個部分 你可以單獨拿出來處理 假設保險一定需要快篩證明 這個OK 但是給藥很急 給藥關係到人命 給藥你不能夠交給醫生來決定嗎 快篩陽必須要經過 醫生視訊問診 如果醫生覺得 比方說韓濱你不符合年齡 你不符合很多很多的資格 但是我醫生覺得 看到潛在風險 所以快篩陽 我覺得立刻要給藥 你要趕快吃藥 否則再經過PCR等等 馬傳會來不及 所以來 我醫生告訴你 韓濱你要先吃藥 這樣不行 不可以 其實我那天聽到陳時中 講這個話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他是老虎 被十字架在冒充耶穌 你講了一副好像很悲天悲人 怕限制你的人生自由 請問一下我現在嘴巴上戴的是什麼 這口罩 你不就正在限制我的自由嗎 我們已經被限制自由多少年了 已經兩年多了 陳時中你不知道 你從防疫指揮中心成立到現在 你一直不斷的在限制人家 人生自由 然後你現在還什麼 行程處分過當的為你 你在胡說八道什麼東西 基本上你就是不想給 然後什麼7到15%的偽陽性 你鬼扯這個東西幹什麼 PCR就不會有偽陽性 PCR陰陽陽陽陰一大堆 轉過來轉過去的一大堆 那你為什麼也不在乎了 那很奇怪 我們之前打疫苗的時候 是不是也要醫生決定 醫生覺得這個病人的狀況 可以打疫苗就可以打 那不能的話 就告訴病人不要打 不就這樣子而已嗎 如果疫苗都可以的話 那這個為什麼不行 我最無法接受的是什麼 他說醫病雙方都同意的情況下 視為缺診 這到底什麼意思啊 今天是怎樣 醫生說你確診了 結果那病人說我沒確診 還是 還是那個醫生說你沒確診 那病人說我明明就有確診 是這樣嗎 旺旺水神還有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台一直在噴鹽的這個叫做 旺旺水神霧化器 哪裡買呢 可以到快點購的平台來購買 好同時呢 現在中天的觀眾有好看喔 你上快點購買霧化器會送水神 也推薦大家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R588 可以有相關的折扣優惠